請你跟我這樣過 有一整組的剛好眼睛就看不出來 我去求醫的時候都是這樣 醫生 我眼睛的 就說你是張飛 都無法放鬆 無法眨眼睛 因為一眨就破皮 眼睛就流血 就超痛的啊 醫生說我查一下你的病歷 平白變老低頭 醫生也是 就醫生說我 也無法眨眼 所以說肝眼症還有呢 對 像早年性的白內障的一個發生 你剛剛提到的就是 它那個光是亮的 對 很危險 這個光對我們的眼睛是一個傷害 特別是長久的這樣的一個注視之後 它的光的傷害 就會造成早發性的一個白內障 白內障一般來講 不是年老了才容易出現嗎 對 像農夫 農夫他的白內障的發生的年齡 都會比都市人來得早 為什麼 因為他們 他們整天 夏田 那個田裡面的水光 陽光照射 反射到眼睛 所以他們的 農夫還算OK的 我看過很多漁夫 漁夫 漁夫那個很誇張 在大海 大海 養殖業 陽光照 它那個眼珠子 你們去看它的眼黑 跟眼黑旁邊 那一圈都淡掉了 對 所以這個白內障的問題 也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也是高危險群 你也是 白內障還有另外一族危險群 是那個高度近視的人 因為我們的眼球有點變形 所以我們的水晶體 本來受到壓力跟正常的不大一樣 再加上我們已經高度近視了 我們又長期看這個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周遭有很多人 他們去做白內障治療的時候 那個醫生是特別要寫申請書的 為什麼呢 太年輕的要換白內障的水晶體 健保局要先合可 看你為什麼 是不是需要 所以我至少我周遭兩個同業是 因為太早就白內障 所以醫生幫他寫生 就是不到50歲就白內障的 那你就是必須是 寫申請書專案核准 還有閃光 就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在這個車上 這樣搖晃搖晃 其實你這樣子看久之後 其實沒有閃光的問題 再來就是視網膜 玻璃的問題 然後就是 這越來越嚴重 對 就是我們眼底會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長期的眼睛的使用 會造成視網膜開始會變化 那甚至像飛紋針 這類的產生就會開始 因為最主要智慧其實手機 它很小 不像我們一般的筆記型電腦 或者平板電腦那麼大 所以它反而更會造成眼睛的疲憊 盯著一個小小的那個東西看 像我現在就用那什麼iPad看 就放在胸前 然後就很亮 然後就這樣看一個晚上 然後看到睡著 就很常就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對啊 好怪 真的喔 那不是那你這樣看完 你眼睛不會 可能說早上起來 整個眼睛有疲勞 會 因為其實我近視很深 然後其實我早年的時候就是 早年喔 就是前兩年啦 就是前兩年啊 就不會覺得說眼睛有什麼不舒服 可是我真的是 最近就是很愛低頭足之後 我早上起來 我常常有的時候 戴那個隱形眼鏡 我會戴不上去 可是我現在從來不會講 眼睛很乾了喔 眼睛已經乾到就是我戴不上去 很麻煩 要注意耶 那這種會算是 你剛剛說的四網膜玻璃的 高危險群嗎 高度近視本來就是 就危險 對啊 四網膜玻璃的高危險群 那你這樣子的行為 不就推破助澜啊 對啊 那玻璃之後還推得回去嗎 哈哈哈哈 怎麼掉了 而且是不是 怎麼推啊 要雷射手術 那現在如果不舒服 點一點眼藥水 可以稍微舒緩嗎 還是那只是 類似像肝眼症的時候 其實點人工淚液 會稍微舒緩這樣的 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它只會舒緩十秒 對 它只會舒緩 十秒過後你覺得還是 又恢復一樣 對 這個方式是眼睛的小肌肉 你可以用就是手心 就搓搓搓搓搓搓到熱 然後用手掌的地方 稍微扣住這樣子 就是哭住 這個就很像那個 眼睛疲勞的一種 對對對 眼睛疲勞的時候 就是休息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放下來 然後稍微 就讓眼睛休息一下下這樣 欸 這個方法跟你書裡面 是不是也息息相關 出了新書對不對 對 裡面有在講低頭竹 欸 是不是 那看你的書會算是低頭竹嗎 哈哈哈哈 可以在書桌上看就OK啦 保持距離 這個還比機型電腦 或是那個 智慧型手機安全 我們自應打打 它不會發亮 不會發亮 這是一個重點對不對 先提診 對不對 全校美型瘦身法 對 唉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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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對不對 你比低頭竹好多人 你光看這個書 還可以邊看邊瘦身 對 它是可以瘦身 可以教一些動作 對 然後頸部啊 這些都可以得到舒緩 而且這本書平板電腦上面 也看得到 哈哈哈哈 下載 下載 對 有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說藍色 而且還沒有 哦 太好 有沒有說每一天只能低頭幾分鐘 可能就傷害會降低一些 一般低頭的這個時間 不要超過十分鐘 因為其實 十分鐘 對眼睛的 對眼睛的這個傷害 其實超過十分鐘 剛打開網頁就十分鐘了 你那個是286吧 這網路太慢了 那麼慢 所以一般我們就建議說 在看了十分鐘之後 其實要稍微 要稍微看看其他的地方 不要一直盯著這個小的螢幕一直在看 這樣子眼睛 比較有一個舒緩的一個效果 不是 那你十分鐘好 你再抬頭稍微的休息一下 對 然後呢 再繼續加入戰場 運動嗎 可以做一些眼睛的一個運動 或者是看看遠方 因為我們眼睛對看遠看鏡 它會有一個調節的作用 所以當你看近的時間太久的時候 其實看看遠方 會有一些舒緩的效果 媽媽們 有沒有人 這個低頭足過度玩手機 引發到 眼睛再來囉 因為有時候疲勞 疲勞到你可能會失眠 一直在思念它 整個精神狀況受到影響的 有嗎 有 文妮嗎 我現在以前 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坐著低頭 對不對 我睡覺之前 我現在都是趴睡 因為就可以趴著 然後這樣玩 玩到自己這樣趴著睡著 然後起床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 手機呢 忘了充電 糟糕 我就會很 然後這邊就突然很僵硬 因為我是一整晚 就是趴著 因為一整晚都是趴著啊 然後都沒有翻身 然後手機就在旁邊 然後我老公就會覺得 好像命案現場 因為我就是這樣大大的 這樣趴在那邊 不動也不動 對 然後就很擔心 誰會傳APP 然後又沒有 收什麼E-mail什麼 對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這算是一種 類似資訊焦慮症的一種嗎 會 因為我跟你講 現在有很多喝醉的人 他可以錢包什麼都 對 他手機一定會緊緊握住 我不騙你 我不騙你 真的 你送他回到家 我剛剛說到家了到家囉 哇塞 衣服都可以自己脫光 手機都還握在手上 不能掉 洗澡的時候手機還握 這樣握在手上 真的啦 那是不是也有人玩手機 玩到失眠有嗎 有嗎 我是一定有的 一開始是 裝一些小遊戲 要給自己的小孩子玩 然後就因為他不會玩 可能你教他 教他後來自己就有興趣 那變成是他 可是你說 媽媽我要玩 你說我要玩切西瓜 我說你等一下媽媽要玩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玩 然後但是玩到過頭之後 就就是也是眼睛痠痛到 已經騙到頭痛了 然後就變成你躺下去玩了 也睡不著 對但是你眼睛已經痠色到 就是你眼淚一直流 那已經痠色到眼睛一直流 眼淚一直流 然後頭就很痛 然後一整晚就翻了翻去 然後腦袋裡面可能就是 一隻小鳥在爬 要不然都是西瓜在飛 所以有人是不是也會 因此玩手機啊 這種玩到失眠 可能性高嗎 可能性是蠻高的 因為一些聲光的一些刺激的部分 會進到我們的夢境 當然在我們睡眠的這個 比較深層起的時候 這些夢境會被影響到 那這個時候就會造成 你的睡眠的品質會不好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好像 好像似睡非睡的那種感覺 就會出現 又多淺眠啊 對 變成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自己都沒有 都沒有睡飽的感覺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失眠的一個問題 而且睡前一定是玩手機到睡著 然後起床第一電視 一定就是去找手機 對不對 真的 比如說這個好朋友的電話 都在裡面嘛 現在比如說形勢力很好用 其實都只在裡面 而且內容什麼 還會提醒你什麼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變成是我們的身家性命了 真的是身家性命 而且裡面有一些 不是你的嗎 千萬不能外流 我們謝你 你現在拿給我看 不是 朋友還要不信 不是 就是一些比較 跟好朋友出去玩的 或一些朋友的比較出糗的一些照片 那些很多也不能流出去 所以說現在手這個很嚴重 對 很麻煩 非常嚴重 手機會很屌 對 不過剛剛講到有甚至出現一些 幻覺 幻聽 幻影 會啊 對不對 之前看到一個朋友也是 他就說 按這裡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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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都痛啊 那後來看一下 原來他是 實質玩 這個智慧鏡頭 實質 實質 低頭族的年紀越來越小 就是有些媽媽甚至就把他拿 當那種iPad保母或iPhone保母 他們就開始玩 所以他們美國就發現說 這個會造成小朋友 他社交上的障礙 他在觸覺上面 或者他在視覺上面 他比較沒有辦法去分辨 2D的東西跟3D的東西 虛擬跟現實無法分得出 難怪我最近都一直撞到桌腳 移腳什麼的 頭都黑色 哪一天核的距離看不見了 走到核裡去